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透过燕子实处这篇文章的文艺梳理与全文统整一之后 我们已经能够掌握文本的文艺与事件的脉络 本单元的学习重点有二 一是藉由了解燕子解决困难的语言策略更深入统整文本 二是语文知识 这部分将文本中出现的十二个史字的用法 以表格归类绘整 让同学更容易理解与应用 燕子实处语言策略 阅读完燕子实处全文后 请同学们思考一下 燕子实处这篇文章的核心概念是什么 是困难解决 对的 在这个故事中 燕子先后遇到什么困难呢 首先 燕子在楚国城门前受到羞辱 也就是受到接待官员们不符合礼数的对待 因为他身材矮小 就开小门迎接他 在楚殿中 楚王又一再用言语捂入燕子 质疑他身为使者身份的能力 更进一步羞辱齐国 燕子如何解决这些困难呢 他善用语言策略 使这些困难迎刃而解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 燕子是如何运用语言策略来解决困难的 第一个困难 在楚国城门前受入 首先燕子翻转楚国的定义 楚国以人也就是使者的高矮 决定让他进的是大门还是小门 而燕子这方是以使者所进门的大小 来决定所进国家的大小 燕子强调他初始的是楚国 楚国是个大国 所以来到楚国的使者不应该从小门进入 应该从大门进楚国 这就强烈的暗示 如果今天让我从小门进入楚国 那楚国就变成了狗国 结果 冰者跟道 让燕子从大门进入楚国 第二个困难 楚王用言语侮辱他 首先燕子驳斥楚王 齐国无人的说法 燕子他连用三个夸式 就是张媚称印 挥汉称宇 必肩忌忠而在 再加上一个激问 何谓无人 直接驳倒楚王的攻势 表达齐国并非小国 齐国人口众多 而且人才济济 再来 解决楚王质疑 为何派燕子出使的疑问 燕子以三层次的回答 解决了这个困难 第一层 齐命使各有所主 这句话 就是说明 齐国派遣使者 是有原则的 第二层 齐贤者 实使贤主 不贤者 实使不孝主 再来说明 齐国派遣使节的原则 第三层 应最不孝 故疑实处疑的 这句话 说明依照 齐国前使的原则 那最适合出 使楚国的使者 就是楚王认为 最差的燕子 在这里 燕子不直接否定 楚王对自己的贬义 反而依着楚王的说辞 说自己就是那 齐国中 最不贤民的使者 最适合被派来楚国 这样的说法 使得楚王成为 最不贤民的君王 重重地羞辱了楚王 那个结果 楚王只好停止 羞辱燕子 这就是燕子 解决困难的 语言策略 燕子使楚 语文之事 燕子使楚 文本虽短 但是 使这个字 却出现高达12次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这些使字的词性 与意义 这些使字 在文本中 有三种意涵 1. 出使 动词 2. 派遣 动词 3. 使节 名词 现在让我们利用表格 来归类文本中 这些使字的词性 与意义 首先 来看意义为初始 词性为动词的句子 在文本中有哪些 第一句 燕子使楚的使字 第二句 使狗国者的使字 第三句 精诚实处的使字 第四句 其贤者 实使贤主 的后面 那个使字 接下来 不贤者 实使不孝主 后面的第二个使字 最后一个 故宜 实处 的使字 再来我们来看 意义为派遣 词性为动词的 句子 有哪些 第一句 使子为使的 第一个使字 第二句 何谓使子的使字 第三句 其贤者 实使贤主 的第一个使字 第四句 不贤者 实使不孝主 的第一个使字 最后 让我们来看 第一为使节的 词性为名词的 这个使字 在文本中 有哪些句子 第一句 使子为使的 第二个使字 第二个是 其命使的 这个使字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一是 一是 借由了解 燕子 解决困难的 语言策略后 能更深入 统整 全文 二是 语文知识 这部分将文本中出现的十二个使字的用法 以表格 归类 汇整 让同学们能更容易的理解与运用 各位同学 本单元的学习就到此结束 欢迎同学们选择本课其他单元观看哦 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